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 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些好听的方言省份吧,他们也被称为中国最不爱说普通话的省份。先从最有趣的地方开始吧,这个城市就是沈阳。虽然沈阳是我国东北地区比较重要的中心城市,但沈阳的普通话可一点也不中心,反而带有一股浓重的东北味,而且只要一开口都会带给人一种很幽默风趣的感觉。 因为他们的方言和南方差不了多少,因此完全不影响与南方人的沟通,但若是你身边有东北朋友,你就可得警惕了,因为一不小心你的普通话就会被他带出东北味。 其次是河南,他们的方言也极具魅力,因为和普通话比较接近,所以大部分还是能听懂,不过也具有局限性,因为河南话带着口音,所以听起来比较费劲。 最后来讲一下最受欢迎的方言,四川话。四川话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有两个原因,一是这里的人不爱说普通话,就算和外地人交流,也是用四川话夹杂着普通话,二是四川话非常好听,无论从音调上还是理解上,虽然带了点口音,但和普通话相差不大,根本不影响交流。 听完这几个方言省份,不知道有没有你的家乡呢?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当地体验一下,也希望在你下次扎姐贝斯金的时候,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。 好了,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,下一期会的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,欢迎大家点赞评论,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